林志玲拍戏私会严程旭。导演一说漏嘴不小心爆料 新浪娱乐讯。据台湾媒体报道,艺人林志玲,微博,2017年爆出和颜程旭,微博,复合,两人长达15年的虐恋,终于出现一线曙光,发展动态备受关注 他近日参加大片西游记女儿国的演出,跟着剧组到处宣传,在香港受访时,被问到绯闻男友是否有来探班,竟被导演郑宝瑞,微博,大爆料,再度引起关注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,女儿国导演郑宝瑞受访时,大赞林志玲在片中虽然一句台词也没有,还得反串扮演和审,牺牲很大,但演技不俗 随后,她接着被问道,志玲姐姐的绯闻男友颜程旭,是否有来探班,先是连声否认,没没没,真的没有 接着又忍不住说了一句,不知道是不是藏起来了,勾起外界无限想象 郑宝瑞透露,林志玲这次在剧中饰演男性角色和神,虽然剧照尚未曝光,但她表示,希望观众花钱看电影,不是只能看到演员漂亮的外表,而是能真正投入故事剧情 志玲姐姐最近除了忙着宣传电影,也上大陆综艺节目《王者进击》,工作满档非常忙碌 《王者进击》,工作满档 《王者进击》,工作满档 《王者进击》,工作满档